阿彈 阿彈 那你除了植物之外 植物靠陽光可以獲得能量之外 其他的都要怎麼樣獲得能量 攝食 都要靠攝食 都要吃東西 吃別的東西活下來的 他要靠攝食 他要攝食才能夠活下來的 然後去吃別的生物 然後去吃藝營 他就沒辦法自己活下來的 然後你不要想吃大便 實際上我們在吃大便 我們剛才講說 你肚子裡面很多的益生菌 或是一些細菌 他在幫你分解一些雜音雜巴的 你吃起來就吃它的大便 那沒有錯 因為每個人就是這樣子 譬如像很多什麼蛆 他可能是吃狗大便 狗在野外大便 他就可能去吃它大便 因為這過程當中 就會有一些過程 他會有一些 需要他的能量 他能量你不要剩下一天 他們完全被消耗掉 那你看一下 像這個課本上有提到 水溪 水溪怎麼捕捉食物 水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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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觸手去把動物給抓下來 這種 講你的吧 這種情況很多 像這種水型 它就很像是水女士類似的做法 對不對 這種動物它有觸手 它會用手去抓食物的 像沒有的話 像蝴蝶它怎麼去吃食物 吸 吸的 蚊子呢 蚊子也是有吸的 它有一根口氣很硬 你可以吃進去你的皮膚 蚊子啊 蚊子的口氣 它可以打進去你的皮膚 而且很清楚它可以打到血管 去把血管給吸出來 那它怎麼可以這麼準 就打到血管 你有沒有去抽血的時候 那個護士抽了半天抽不到血 有沒有 不會 蛤 我的血管就 你血管比較粗嘛 一抽就到了 打到血管 可是很多人血管比較細的 那個 那個護士 護士 試了很多次 它插進去之後 我看過的比較可憐 他這邊抽不到血 他抽這裡 抽不到血 我那是一個同事 他抽這裡 抽這裡 抽這裡 我想這邊怎麼還有血管 我看人家抽這裡 很痛耶 很痛啊 很痛啊 我看過有同學被抽這裡 他一直在打動脈 動脈不行 動脈 那個血是藏 那個血管 可是你看蚊子很厲害 蚊子 蚊子 就是要血 你看蚊子 蚊子那個針 誰 你有看到蚊子的針刺很多次嗎 有有有有 有嗎 真的嗎 昨天的時候 你看蚊子的針 噔噔噔噔 然後就都打死了 可是他有刺進去嗎 對他一直亂摸 只是試一下嘛 然後試一下 所以他的口氣那邊有個什麼 很特別的神經 會去感測裡面到什麼血管 這我不知道 所以剛剛有一個很特殊的神經理 去找說 這邊有血管 他找到肉再往下 再紮進去 或者他只要試試看 哪邊的蚊子比較軟 也有可能 反正紮進去 紮深一點或紮前一點 一定可以碰到血管 不一定 對 好 那像 老虎啊 豹子這些肉質性動物 他怎麼去 怎麼去 獲得食物 猶肉 吃肉 他就去 他就去 跑得夠快 跑得夠快 你把最外殺掉 這個感覺 那你看他跑得不夠快 不用去尋馬 老虎要去尋馬 他跑得夠 有跟馬比起來比較快嗎 沒有 老虎知道嗎 好 刺椎蚊 怎麼你知道 因為群裡面 很多人都已經受傷 或是生病 或是懷孕 跑不快 或是小馬 跑不快 吃弱小的 對不對 可是那種形狀之下 是你一隻老虎 或是獅子要去抓這些動物 都是這樣 很辛苦 一追跟他比賽 他如果跑夠快 就吃不到了 好 那 那大部分的形形 獅子不會這樣鼓勵 這樣太辛苦 那不是好有體質 對獅子就會成功 他就一群去圍捕 他用圍捕的方式 他譬如我這邊有幾隻在那邊等候 在下降的地方等候 一隻就繞過去從那邊追 追之後他就往那邊衝對不對 往那邊衝之後 這幾隻就可能 有機會可以攔捕到一隻或兩隻 所以他是要圍捕的方式 哪像 哪樣的感覺 跑又跑又被抓 好那像 很像 所以你看 那個 海鴻馬 馬頭吃 食物 吃草 吃草就好了 馬很簡單就吃草就好了 羊啊吃草對不對 你們有看過 口褲嗎吃草的 沒有 沒有看過 口褲嗎會吃草的 沒有 你們有聽過貓草嗎 有 有嘛 狗跟貓會吃草 有牠會吃草 牠會吃草 那聽一下有時候 有些草 有些草那有特殊的味道 聽說有些狗會去吃一些藥草類的東西 可能會有治病或什麼 貓也是 然後就中毒了 中毒好像比較少成家 就中菇老一樣 我不知道有清楚她說誰 菇啦 不知道是死草死掉的嗎 那應該吃到毒藥 因為很多農夫 因為農田裡面種了太多的老鼠 會吃上的農屋物 所以有些農夫會在農田裡面灑一些老鼠藥 煮那些老鼠 那你狗如果逃出去 因為通常會把老鼠藥做得看起來很好吃 或是有味道很特殊 會讓動物想去吃它 所以你可能狗看到了就去吃它 或者是狗去吃它 就是中毒的老鼠有可能 它就跟著中毒 所以 對 那個菇啦應該這樣吃了 好 那我們來比較一下 像老虎 課本上提供老虎跟馬這兩個 你看牙齒哪裏不一樣 牛跟老虎 哪裡牛跟老虎 哪裡牛跟老虎 我是牛跟豹一樣嗎 你是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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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跟豹 所以不管 反正炒食性動物跟肉食性動物 你看來比較一下牙齒 炒食性動物跟肉食性動物 你看來比較一下牙齒 炒食性動物跟肉食性動物的牙齒哪裏不一樣 炒食它基本上為什麼要長炒食啊 炒食啊 因為假裝要捕捉一個食物 捕捉一個動物啊 你看一咬就跟釘子一樣就釘進去 它的皮膚了 它跑不動了 它跑的話就撕爛了 對不對 可是如果養到一隻都是平平的 它不能就振脫 或者它一衝就跑掉了 所以假設你的牙齒長得都是平平的 像馬或是像牛那種 平平的 它基本上咬不太住 因為有尖尖的牙齒一咬 就像那個獠牙一樣 那個吸血鬼那種獠牙 一咬就卡進去了 卡進去之後它就跑不掉了 它就不能一跑掉 不能一針摸 它主要是這樣的目的 那另外一個 大部分肉食性動物的牙齒都是比較尖銳 切割面 它可以把肉給切開 它是要把肉給斷開 但是食物的話 炒食性動物都不一樣 它是需要咀嚼 它需要拿很多水 像食物啊 食物你套一個便當切切切切切 要切得很久 不用你切這還不能切 那切得很細 那怎麼會很快 跟你的口水做出那種細 就是要咀嚼 用磨的方式 用磨 所以你看那個牛 你有沒有看到牛吃腸嗎 有 它就是嘴巴就這樣 死我 死我 你應該坐腿嗎 坐腿也是類似啊 它就是會不斷地這樣搖 這樣磨 用磨 那整個牙齒會這樣磨的洞 那像人呢 人剛好切於兩體之間 人屬於雜質性動物 因為人有些牙齒是屬於 像是可以吃肉的肉食性動物一樣 那有些又像是草莘的 像我們舊舌 就是比較平面研磨的東西 前面的地方是像吃肉的 對 那有人說 如果說我們去分析 像人的生物 人的身體構造來講的話 像人的身體構造啊 這個很厲害 這個很厲害 這個同學隨便做一個 這個 就很會吸引大家的注意 這樣我們分析人的身體構造 像我們的小腸 小腸很長 通常來講 是草食性動物的小腸比較長 還是肉食性動物的小腸比較長 但是 不餵 這草食性的小腸比較長 還是肉食性的比較長 肉食性的比較長 肉食性的比較長 覺得為什麼 因為草食性有鮮活 有鮮韋難過呢 他們的兩股脖消耗 哎呀 鮮韋我們是不是能消化 鮮韋我們有的很好消化 有些動物的消化 像肚子的啊 像山羊啊 像麻 牛啊 他們比較容易消化鮮韋的性能 但鮮韋素反正就非常難消化 所以它需要比較長的消化時間 而且草啊 鮮韋的時間比較慢 它可能 很容易消化它鮮韋的時間比較慢 所以它小腸可以很長 然後它可以慢慢去把它消化 小腸有多長啊 小腸可能都有兩三公尺吧 兩三公尺 三四公尺都有可能 他們動物的很不一樣 像人的小腸 六七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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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看一下 四五七公尺 四五七公尺 四十五五六七公尺 它上面稍為貼 雞爽 這算是可以雞爽 小腸比較好 我們沒有學到小腸��多長 超好長 十五關 七公尺 小腸是還蠻長的 人的小腸跟一般的動物 對人的小腸還蠻長 它跟肉食性動物來講的話 它跟腸 那腸有個缺點 腸 假如我們吃了太多肉 吃到小腸 它那個分解肉的時候 肉會停留在你身體太久 會拔臭 會拔臭 它容易拔臭 因為肉比較容易腐爛 便秘嗎 便秘帶也不一定容易便秘 但是它比較會有毒素 它毒素會在身體大概比較久 所以像很多現在目前養生的人 它都強調說 你要想辦法把宿便排掉 要排宿便 排宿便有個方法就是多喝水 就是灌腸 多喝水 灌腸其實我們比較不健康 不正常做法 那不得意這樣做 就譬如你有便秘 還有眼睛 你想要灌腸 否則正常來講是多喝派水 就是一個通常版 灌腸 我覺得灌腸 那個藥克藥三缸 你都覺得拉死 我管過耶 好像是幼稚啊 不常來講是因為太久沒有拉便 你不舒服 它就需要灌腸 對 它就差那麼多屁 比較快多 差7屁 它都小腸的長度有4.8到6.8公尺 是不是 足以流進去一圈的 五到四十五大人 然後大腸有他媽的135到150公分 公分 公分 加場的耶 大腸不要緊 大腸便到一圈 便到一圈 我就不說是誰了 好 所以有人說從人類的小腸的結構來分析 人類是讓你比較偏草脂性動物 就是你不要適合吃豬 不要吃太多肉 可是又有個說法 因為我最近看一個 有一個朋友他跟我講說 他很特別 他曾經有一段時間就是算髒性的 後來因為性癌關於他全部吃素 他全部吃素 那後來他生病 他生病去看醫生 那看完醫生之後他那個病沒有改善 後來他就問他一個 他病患的朋友應該想說 其實你這個狀況應該要吃肉 要多吃肉 最好是吃全肉 缺頭蛋白質喔 他類似這樣 他說你身體可能因為某些狀況 某些分解的問題 你吃素的東西會造成這個病問題比較嚴重 所以你應該多吃肉 不一定 不一定 所以後來他跟我講 他後來跟我講說 他自從經驗那朋友的說法 他開始全吃肉 他那個病改善很好 改善很多 變成狀況很好 所以我現在講的是 每個人狀況不一樣 越來越吃而吃素 越來越吃而吃肉 因為我們 我後來在分析 因為這幾年這樣子 因為我們是讓人 雖然表面看起來不一樣 但事實上每個人的基因都不一樣 所以說不定他的狀況 比較適合吃肉 有些人的適合狀況 可能他比較適合吃素 因為我們就一直在 分化分化 基因的改變感 那就是自己覺得吃的有沒有好 我是吃的 然後自己吃的時候有什麼改善啊 你吃的那種 你覺得比較舒服 感覺人家 如果你吃了這些東西 常生病 你要考慮說 我是不是要改善我的遺食 所以有人說 像中文很特別 中文說 我們的食物是一種 不要 食物 有聽過嗎 沒有 我聽過食譜而已 我聽過食譜而已 我聽過 人家說冬天要吃補 有沒有聽過 有 冬天禁補嗎 他們 禁補通常吃什麼 你的雞肉 雞啊 就吃純雞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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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吃補 通常吃補 通常吃 吃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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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什麼 當歸麵線 當歸鴨 有聽過嗎 我們吃 我們都沒有都是 薑母鴨 吃蔥 吃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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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我們一般來講 中國人 華人 法人 講說 這個所有的補藥 這是屬於中藥類的東西 昆蟲嗎 昆蟲 它有冬蔭下老 但是不是昆蟲 冬蔭下老就是昆蟲 這是補藥 但是 我們比較 有現在比較多的人 做建議說 吃食骨 食骨太要 像是說很多東西 簡單來講 很多食物它就有一些療效 很多食物是有療效 譬如說吃玉豆 玉豆什麼療效 我也有雞豆 貼的 香蕉啦 玉豆可以切割 我覺得當過國氣比較大的那種 吃玉豆可以比較 它是比較涼一點 紅豆咧 先涼 這杯子就好了 紅豆可以不細 紅豆可以不細 紅豆比較溫 你有這樣說法 它比較屬於溫和性的東西 紅豆是溫性的溫熱的東西 然後吃菊州西瓜 西瓜是比較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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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是 唷 鮮水 魚 有吃過四層湯嗎 有 四層湯是什麼 一人紅枣 烤蟹食還有這個小腸對不對 超噁心的 超好吃喔 獅人湯 獅人湯 像獅人湯 小聲一點 像獅人湯 你被藝人 他就有一定要的作用 他給幫助你 死人的胎蟹 最多的是這些食物啊 他在食物事實際上就是平常我們在吃 所以有時候你吃的時候 你可以思考一下 裡面都比較雜質心一點 就是你要吃的時候 思考一下你先吃某個東西 明天吃某個東西 再中等一下 你先吃肉再塑形一下 好 我就是先吃肉 在我們的消化裡面 我們吃的有一點是一種 好現在怎麼樣 沒事對不起 所以我們吃的這些東西 之後我們接來就要消化 所以你要吃的時候 你要思考說 我們吃什麼東西會有幫助 因為我們講到消化是透過分解 然後做培養 所以吃了不同的食物之後 你的食物裡面 進去裡面被分解完之後 他會組成你身體的部分 那他組成的時候 他就可以去 我們就可以思考 吃什麼對你的幫助 那你要另外一個要去思考 就是哪些東西在你身體 是可以被消化的 那我們在 我們來看一下消化線 到底有哪些不同的消化線 比如說像 那在我的學習單裡面 有這一題 但很多人都說 這東西我不會寫 那事實上還沒交到的時候 你看看課本也有 第八頁 第八頁 學習單是第八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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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看一下從我們看這張圖 消化線裡面來講 我們消化線從口腔來講 我們吃了東西 進去口腔 我們要做什麼事情 消化 教吃 教順 我們先用口腔做物理的分解 簡單來講 咀嚼食物 咀嚼對不對 咀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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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咀嚼的同時 我們口腔再分泌一種 消化數是什麼 就會淘陌 會分泌 淘陌 香蕉卵又麻辣 我請問一下 你在媽 feast 沒有 那現在跟香蕉卵很麻辣 是甚麼事情 漢 我们的咀嚼分泌错线,这是在一起,我们要看吗? 分解糖类 分解糖类就是,唱起话会把电污类的东西分解 从多长分解到双长,再分解得很难堂 分解糖类 接下来我们进入什么? 烟喉 烟喉是什么? 烟喉在哪里? 控制食物进入食道 烟喉大概在这个位置 所以我看不到那里 你不会对上,我这边写口 口接下来是烟喉 烟喉大概在这个位置 烟喉只要是控制我们呼吸道跟水之间的差别 你不会把水,让你进到你的被里面,进到你的气管 你们会呛到吗? 对 所以一定要靠我们来控制 它这样子是一个管道 所以它也让食物进入食道里面 它只让食物进去 推进食物 让食物进到食道里面去 那接下来是什么?食道 食道有什么分泌功能没有? 推进食物 食道有什么分泌功能没有? 没有 没有 食道是从这里到这里 食道是从这边下来 食道通常来讲 我们有时候会有一个叫做什么 有听过胃食道腻瘤的事情 有 胃食道腻瘤就是说 我们吃东西有时候不舒服的时候 你那个胃 里面的胃衣会突然冲上来 通常一般来讲 我们会抑制这样的行为 所以你的食道是有一个方向性 它让食物往下走 等一下 让食物往下走 那如果说你有那种状况 会似到你的胃衝上来 会 这边是让你的食物会灼热 会很想吐 也会很想吐 我会把它吐回去 会把它吐 一般来讲 我们自然的行为把它吐回去 我吐就会把它吐回去 吐出来的 有时候就不要吐回去 那我吐出来 如果已经真的吐到口腔了 听我讲 如果已经真的吐到口腔了 你把它吐掉 可是有时候你吐到 没有到口腔 它只是在咽喉那边 它会被自己的身体治疗挡住 它也会被挡住 所以你可以用勾吹的 然后去把它吐出去 对 对 那你如果有那种情形 就要 那个胃食上去 那种食物上来之后 身体会让你再吐回去的时候 你会很不舒服 因为那就是酸性的物质 会让你的食道灼热 这时候要像刚刚程雲讲 要喝个开水 让它顺一下 那有时候我们在吃 吃药啊 吃药丸 有些人有些 你们现在都长大 都在吃药粉 吃药丸 吃药丸 很多吃药丸 都拿着喝水 就是啊 那是药丸 那是药丸 你就要这样 你这样咬 它就出家律 这样好不卡 为什么不好 不卡在这边 为什么卡住 为什么卡住 东方先说 为什么卡住 为什么卡住 你没有水 你不能滑路 哦没有水 不能滑路 好水不够 好水不够 它卡住后 会发生什么事情 就怪怪 在那边突然之后 就发来一口 它在讲 反正就是反正它卡在中間 口容會卡在中間 但是因為礦罐死了 有些時候那個藥 它那邊分解嗎 對,它有些藥裡面可能有些鹼性的 或是衰性的東西 可以讓我把它夾完 有問題舉手,好不好 它卡住的時候,它有時候 藥裡面有衰性或鹼性的東西 它會在一邊局部融化 融化完之後太痠或太鹼 它有些顏色會把你的皮膚給腐蝕掉 好,所以你STOP就穿孔了 你吃到裡面會穿孔 所以記得你喝吃藥碗的時候 一定要喝開水 穿孔會怎樣 穿孔它的食物就流到你肺裡面去 流到你肺裡面去 它就會附膜炎 它就變附膜炎 所以這機率會很高嗎 穿孔的時候機率很高 上次那個誰 上次我們同學 蠻腸炎有沒有 它蠻腸炎這個還沒有處理 還沒有處理完 沒有很快處理 就那個蠻腸炎過狂,恐怖了 通常蠻腸發炎 蠻腸跟藍尾 藍尾它就這個腸道 腸道這邊可能有藍尾 那你食物吃吃吃 通常你就流過去了 不小心我卡到這邊來的時候 我師傅卡到這邊來的時候 它久而久之我講 吃的像肉類它可能會腐蠻 腐蠻腸的細菌 它就會在那邊照你居服發炎 發炎就是一種 因為你身體在跟對方那種 壞癌細菌的作戰 發炎的時候 比較多細菌很多 那通常你身體會發熱 你會發燒 發炎現在就是 你身體只要有發熱發燒的情況 通常都是有身體有發炎的反應 發炎 然後接下來你這邊就肚子痛 那再嚴重一點 這發炎就破掉了 破掉了 那你食物還在吃啊 或是食物裡面有些胃衣啊 有些流泥的東西 它就會流出去喔 會流到哪裡 這不是肺啊 這肚子就慘 肛門 就會流到肛門 他流到身體裡面 他出不去了 他流到身體裡面去 又出不去了 你有想像嗎 這張圖 你吃這些東西 它都在這管線裡面 很好 它最後會從你屁股排出去 或從尿尿排出去 很好 但是呢 如果這個長得過了 如果長得過了 你東西會流到哪裡 身體 會流到身體裡面去 排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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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不掉很嚴重 是他會到處亂跑 對啊 他其實都不斷跑 會不會從嘴巴吐出屎啊 他接著是膜炎 他不會變成屎嗎 他膜炎很麻煩 不是屎嗎 不會啊 不是屎嗎 不會啊 不是屎啊 就是一些液體啊 裡面有細菌啊 會不會最後從嘴巴進去 不會啊 因為嘴巴沒有上連線啊 嘴巴是剛剛的 聽我講 簡單來講 簡單來講 我現在拿一條水管 從水龍口接了 我在那邊繞了十圈 繞了很長一圈 繞了一百公尺 我在跑上水管接到 最後尾巴先拿出去 我水龍口一開 需要 教室裡面會不會积水 不會 不會积水對不對 可是不小心 破掉 有東西把它撿個洞 水噴噴的是教室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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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水 會再流出去那個口嗎 不會啊 會不會從那個 那個水龍口流不去 也不會啊 我會流在這教室裡面 從那個水裡把他一起流 他就流在教室裡面了 那教室裡面那個 我們剛剛講的 發言 不是 真的假的 因為你水管 你要讓它撿多大 你那個水管 我他們在把他撿一半 然後在那個水管給它噴 那你如果他們在上面 出一個洞 他就比較多了吧 對 他沒有噴很多 但是我現在夾 如果是這個 這個孔 他流出來的 他就沒有地方可以出去 他那流出來的 裡面是 含很多細菌的液體 對啊 所以這東西 這個孔子 因為你身體的照片很好 而且要處理不去 他就會照著腹部門 所以他那個要開到處理 對 要開到處理 要處理很久 本來呢 這個藍鬼爺 一直要這邊開一個 大家把這個剪刀就好 然後再把瓶子 所以 他那個後面到腹部門的時候 是整個打開之後 要親親 眼中一點 他把牙齒拿出來 要把牙齒拿出來 要把牙齒拿出來 把牙齒拿出來 把牙齒拿出來 哈哈 所以 狼尾在衝啊 狼尾在衝啊 狼尾在幹嘛 狼尾在幹什麼 狼尾如果在以前 譬如像我們現在看 像動物 有些動物才有狼尾 像那個 兔子就有狼尾 人也有 對 兔子的狼尾很長 它是比較長 你覺得有沒有狼尾 我現在正在解釋嗎 哦 哈哈 小光你不要再講羊尾 兔子有狼尾 兔子有狼尾 他狼尾很長 兔子的狼尾 他就是主要在分泌一些 比較難分解 他在分解比較難分解 纖維素 骨頭 纖維素 對 這個是骨頭 他在分解 比較難分解的纖維素 所以 狼尾越長了 他實際上可以把纖維素分解得比較好 但是人類就沒有這個需求 我們不從纖維素去獲得營養分 所以 我們狼尾就慢慢的慢慢的 越來越用不到 你說 可是 嗯 那這樣 就要用到寶寶子出來 然後再把狼尾剪斷 有人這樣做 但是其實 人的醫生 你們都要狼尾也很激勵不高 可是 在寶寶那麼小的時候 你會處理狼尾 你可能照著他死掉 哎呦 蛤 把他翻來剁他媽的 所以說 這是沒有必要的醫療行為 你特別去處理他 反而會造成什麼 造成的 困難 造成的意外 所以不需要這樣 失去年輕的選擇 就像為什麼現在有些不打預防針 在手術台上 有些不打預防針 為什麼 蛤 我家族真的不打 我家族不打預防針 因為呢 要反死細菌 你命我 我都打了 因為有些人認為說 我被傳染的機會事實上沒有那麼高 可是打預防針通常都有風險 因為打預防針事實上 有時候是把已經弱化了 都打進去 讓你身體產生抗抵 或是打一些死掉的病毒 去萃取出他的一些成分 讓你去產生抗抵 可是這是你可能不小心 他這些東西打進去反而死 讓你身體沒辦法去防止他 你反而會死掉 所以這是認為 也聽過打預防針死掉的 他為什麼覺得 我說小孩要打預防針 因為他認為 現在的醫療認為 你打預防針 會被降低你的死亡率 唉唷 我要打一張快要怎樣 因為我們身體沒在那些胖瓶 所以假設你組在自然的環境中 你可能會很容易去感染 然後死掉 對 像那個 天花就是 過去來講 天花 天花 天花是一種病毒感染的一種疾病 會死掉嗎 會死掉嗎 會死掉 有些人會死掉 如果沒有死掉的話 就滿臉都是根根巴巴的 你根根巴巴的 是什麼 就是洞 還有結痂 一個一個洞 一個一個結痂的痕跡 所以叫天花 在你身上是開花 那是死亡率滿高的 那後來就是 呃 有個醫生他發現 他發現 牛如果得了天花 死亡率很低 如果得了這種病毒死亡率很低 但他就從那個天花的那個牛身上 因為他強制抗體 對 他就從牛身上去萃取一些抗體 然後去打在人的身上 他就發現這樣可以自天花 他可以避防天花 所以他就 從此之後就很多人就接這種天花的那個 接種疫苗 疫苗 打疫苗 打疫苗之後他就有個抗體 他就不會再接著天花 所以慢慢的 天花就 天花就 基本上在台灣崛起了 在台灣是崛起了 在台灣是崛起了 蛤 在台灣是崛起了 不錯喔 但是 但是 國外還是有 國外還是有 哪裡 我不知道 要查一下 非中嗎 所以我們的 食道接下來是什麼 食道就往下走一趟 餵 餵對不對 乾門 乾門 好 請問餵在幹嘛 在消耗這件事情上 餵在做什麼事情 餵在養磨碎東東 好 磨碎東東 所以就讓他想問一個問題 你說 為什麼 有的 人家說 為什麼食物直接吞下去 的話 胃這裡會痛 是因為他在咬東西 我們等一下再提示 好 胃在磨東西 在攪拌 對 他胃其實會蠕動 會有一些 蠕動的現象 讓你的食物在做攪拌 但是攪拌跟嘴巴來比 哪個比較激烈 胃 為什麼比較激烈 嘴巴 嘴巴比較激烈 嘴巴可以這樣上下 你講壞了 那邊 OK 位置是簡單的一個蠕動 其實我們吃進去的東西都是靠的蠕動 靠你的身體的食道 位置是一個怎麼樣蠕動 那胃在蠕動 不是喔 不是喔 上一批的東西還不錯 也不是喔 事實上是在這邊 我們要跟大量的 我們要跟大量的消化液做混合 我們要把大量的消化液跟它混合 就跟我們吃東西問到嘴巴 你剛吃進去的時候 你最好在嘴巴裡面 要先咀嚼久一點 因為它會跟你脫衣做混合 20秒 你吞進去之後呢 在你的胃裡面 它也會去跟消化液做混合 哪些消化液呢 這邊有什麼消化液 開一下 胃液啊 胃腺分泌什麼 胃液 胃腺分泌胃液 胃液有什麼東西 分點像白酵素 它消毒可以幫助蛋白質的分解 然後接下來乾脆分泌什麼 膽脂 它是協助脂質的消化 是協助喔 它本身沒有參與脂質的消化 那分泌的膽脂呢 我剛才有看過 那叫做一種文化劑 記得吧 膽脂的功能就是跟我們講的清潔劑一樣 它在身體滾半碗之後 它會幫助它把那個 脂質給它包覆的很小 很小可以接觸它增加面積 增加它的接觸面積 所以就是乾脹會分泌膽 那胃液會分泌什麼 胃液 胃液可以分泌什麼 胃液可以分泌什麼 胃液可以分解什麼 胃液蛋白質的脂質 可以協助糖液蛋白質 脂質分解 所以基本上都可以 糖液我們講說 三個主要熱量的來源 就是糖液蛋白質跟脂質 這部分在1-1都可以做 1-1的酵素都可以做分解 所以如果那個人呢 胃液蛋白質就 它沒辦法分泌1液的時候呢 就會有這個問題 因為你講的它就很會 所以它這邊有講說 有了 有什麼問題 好 1-1可以分泌1液 OK 好 那這時候胃呢 把這些東西 充分的 好 我們來看一下 胃其實在攪拌的時候呢 它是讓我們攪拌把膽子 攪拌進來 然後把胃液攪拌進來 那胰臟這邊分泌的東西呢 它是進入小腸的時候才開始分泌的 所以小腸跟胰臟所分泌的胰液開始做骨折 是在小腸那邊看到骨折 那胰液裡面可以分泌糖類蛋白質跟脂質 那到大腸小腸裡面還有腸腺 腸腺有沒有分泌腸液 腸液可以分泌什麼 糖類跟蛋白質 所以它已經不分泌脂質 脂質已經在胰液跟胰液在分泌 胰液在分泌脂質 腸液主要只有蛋白質跟糖類 小腸是吸收什麼 養分跟水分 好小腸我們就把那些分泌碗的東西 把分泌碗的東西開始要做吸收了 小腸怎麼吸收 小腸怎麼去吸收那些養分 那個什麼 那個用那個那個毛 什麼毛 長毛 像 什麼毛 對 你看下一眼 下一眼 這不是撞撞毛 這什麼三小 不是你 小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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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有些龍毛的組織 自己的龍毛組織長怎麼樣 很像那個 它是乾的 長長一個一個一個 很像小腸 在我們的腸味道裡面 你看那張圖 小腸的婆麵圖有沒有看到 有 基本上小腸的腸 你好像在長這樣的 好像乳頭 有些皺摺 就像這個 我剛學的那個綁繞 只手了一點而已 這小腸 像東西在裡面走的時候 它就是很多皺摺 這皺摺會有稍微移動 會幫助食物往下移動 這幫他們的 不然你看到 我們的小腸在肚子上繞來繞去 它為什麼會有個方向性這樣移動 那靠龍毛 它會從某個方向性做反動 那這是 不是龍毛 這是皺摺 那皺摺 在這個每個皺摺上面 都有一些凸起的 凸起的小腸的東西 這小腸的東西如果放大的話 就是我們最下面那個圖文 龍毛的示意圖 看到沒有 有 龍毛示意圖 龍毛示意圖 就是 在這個每個地方 它會在 第二講這是一個皺摺 講這是一個皺摺 在皺摺上面 事實上會再長出 這樣小小一根一根的凸起 唉唷 會有再一根一根凸起 這一根一根凸起 就是我們講的龍毛 龍毛在皺摺上面 這樣知道意思嗎 這個龍毛裡面有 豐富的什麼 充滿了非常多的 臭耶 你看書嘛 不要亂猜 不要亂講 臭耶 你們講一些習慣為了答案 然後吸引更多人 那邊嘻哈 我都不知道這個真相 對 笑不及時 它有淋巴 淋巴 淋巴線跟微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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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幹嘛用的 一般的 幹嘛用 主要是我們在吸收 吸收養分主要是靠微血管 微血管 怎麼吸收養分 那就是 反正那個燈 就會抄起 一塊一塊 然後呢 快快快就 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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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先把芯膏吸收養分 所以身體的小腸很常 他就是不斷的一直可以吸收養分 好 那 接下來就到大腸去了 大腸有個消化線 沒有 大腸有消化線 大腸有消化線 蛤 他只負著而吸 大腸的消化線 沒有 大腸有消化線 大腸有消化線 大腸有功能 是甚麼 吸收水分 它在水分吸收 吸收水分完之後呢 我們本來在小腸裡面還是湯湯水水的東西 就慢慢的越來越乾越來越乾 然後變成河 然後變成河 對不對 會不會像大便一樣 不要排出來 那可以把它排出來 可以透過乾冷再把它排出來 對 大便好吃嗎 蛤 這邊會有質嗎 大便就看你的狀況嘛 如果你的水分吃得少 你比較少喝水 你可能大便會比較乾 很痛 就比較痛 對嘛 所以比較痛 那你們想看 金鮮的東西在插 像我們在那邊敲 具有所謂的咀嚼跟研磨的功能是在哪裡 人體的部分 是在哪個地方 胃嗎 不是嗎 不是 你的嘴巴沒有 也有 那主要在哪裡 嘴巴 主要在嘴巴 那如果是鳥呢 鳥的咀嚼功能 主要在哪裡 跟我 他在咀嚼 我不是鳥 我的問題 問題如果你知道就知道 如果不知道就說我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 好 在餵 為什麼在餵 會 會 會 你跟他嘴巴是吧 鳥的嘴巴那個餵的部分 你們做咀嚼功能 沒有 沒有 我們看到鳥應該是 像猶豫 你看那個白鹿是在吃魚 怎麼看過 就吞進去了 就吞進去了 他有沒有 在嘴巴先咬一盤 他有可能是沒有牙齒力 他其實有些 有些細細的 有些細細的 但是他重點是 增加他的摩擦力 不容易 抓到東西掉出去的功能 對 他不是用來咀嚼用 他那個鳥嘴巴抓到東西 通常就是直接 放進去 放進去 怎麼去把它摩爛 腸胃 用腸胃去 那個肌肉去 鼓動 我好像腸胃肌肉也很發達 對 像那個蛇啊 蛇他也是 蛇他有牙齒沒有 蛇的牙齒是用來咬嚼的嗎 他直接來把東西調來的嗎 那不是分泌 就是把毒都打進去那個地方 那是毒蛇 那如果不是一般的毒蛇 如果是蟒蛇呢 蟒蛇沒有毒液 蟒蛇不是誰用臀的嗎 蟒蛇有牙齒 蟒蛇有牙齒 有 謝謝我 你沒有牙齒 咬住的時候呢 他是讓你 因為蟒蛇的牙齒有點跳勾 蛇的牙齒有點跳勾 所以咬住的時候呢 你越偵查 你就越偵查 然後越往裡面跑 越往裡面跑 所以他重點是 他咬進來之後呢 他靠你 他身體裡面的肌肉把你抓到之後 嘴巴張開 往後抓 再把他拉進來 再慢慢拉進來 他是靠這種方式把你拉進去 抓到蛇的肚子裡面去 抓進去之後呢 他怎麼去做消耗 有沒有去蠕痘 蠕痘 有 有 有些時候他會怎麼樣 有些蛇你看他吃完東西之後呢 他會去纏住一個柱子 他纏住之後 他身體有用力 去把那個身體會做壓縮 好 牠是靠這種方式去做 Fuck 有點像是我們在小動物吃東西一樣 牠很抖耶 什麼抖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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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被越冬了 越冬了越冬 好 那所以他是靠這種方式 因為每個動物吃的方式不一樣 牠牙齒通常不見得到牙齒來就解決 所以多時候是在身體裡面 所以我們的腸胃道會做蠕動 因為是幫助牠往前進去 就是跟你的小馬魚做混合 好那像蜘蛛怎麼吃東西 就那個 牠這樣就先纏住一個蜘蛛 然後再這樣就這樣 牠這樣吃多東西 對啊 牠那些蜘蛛蜘 然後蜘蛛蜘黏在上面在那邊吃這樣 牠不是把蜘蛛蜘去嗎 牠不是打毒物 牠打什麼 牠打那種業縮 那種業縮啊 蜘蛛蜘 牠就打蜘蛛蜘地區 牠把蜘蛛蜘 或是把任何一個好蜘蛛蜘碰到的東西 牠就用絲把它給纏到起來 那如果人 人也是一樣啊 你知道嗎 那我以前在那個 你們知道是那個屋頂上那邊坐 有一個那個 人面蜘蛛蜘的很大人 人面蜘蛛蜘超過這麼大隻 哎呦 含腳 連牠腳架還在這麼大隻 這麼大隻 所以牠身體只有這樣子 身體只有這樣子 身體只有這樣子 有一天 有一個蜘蛛蜘蜘這麼長 連到蜘蛛蜘上面去 然後我就看牠連到蜘蛛蜘上面去 牠在那邊動動動動 然後 你要怎麼看 我就站在旁邊看 然後怎麼看 那蜘蛛蜘就被 就黏住那個蜘蛛蜘 那蜘蛛蜘在那邊扭動 我就看那個 那個人人之種快過去 就把它開始纏到起來 我看我的心眼 把它給它纏到起來 纏到起來它不會動嘛 不會動之後呢 我就看牠準備怎麼吃 我就看了半天 牠沒有吃牠 然後 牠應該是保留吧 有可能 我不知道吧 那時候就沒有吃牠 然後我等了一段時間之後 牠沒有動 我就離開了 隔天早上來 就看到那個 已經不見了 壁虎已經掉到地上去 然後是整個是乾掉 你有沒有看過電影 就是突然被人家那個 鬼出來 然後整個 整個 整個收下去那種吸 就是 縮皮那種感覺 那個壁虎 那個壁虎本來就是 這樣子 那壁虎 那壁虎 就是大大大胖胖的 他掉在地上 變乾乾脫水的樣子 很厲害 我覺得那個蜘蛛蜘很厲害 對 牠就把那個蜘蛛蜘也吃掉 但是不是所有的蜘蛛都這樣吃東西 有些蜘蛛是真的用吃的 黑瓜蜘咧 我不知道 我看過拉牙 拉牙吃東西是真的用啃的 他把那個蜘蛛蜘蛛蜘 蛤蜘蛛蜘 超帥的 好 像牛啊 我們這邊就有提到 第七十頁 我們把這邊講完再下課 七十頁 牛有好幾個胃 第一個胃 第二個胃 他怎麼四個胃 他為什麼這麼多胃啊 反覆消化 他在消化的根本 他就是一個儲存位置 因為他不斷的要 因為他真的是 纖維素很難分解 他比較長時間分解 所以他分解一段時間 他就先儲到位置去分解 分解不完了呢 反正我現在有空沒事了 我就把它反除出來 然後嘴巴出去搖 再把它搖來一點 然後再把它割 第四個胃 第三個胃 對 這慢慢沒 然後沒用回無聊 因為他吃了之後 他搖不乾淨 他第一次咀嚼沒有咬很乾淨 所以咀嚼就不加這個胃 他就不斷的反復 吐出來 腳一腳再吃回去 那吃回去 那吃回去 這件事情之後 沒有嚼乾淨的 沒有分解乾淨的 再把它吐出來 再吐出來 再去一起 然後 有些鳥會吃一些石頭 為什麼 我也不會 像 對 像雞啊 有時候吃一些石頭 肉類的東西 他肉類吃進去都不好消化 所以他石頭會在胃裡面 石頭不是弄 腳啊 他會把石頭 他會動到 身體的肌肉收縮的時候 腸胃到收縮的時候 他會讓你的石頭 跟那個豆腐會多得更磨出 會磨 淹磨的功能 淹磨的功能 咀嚼的功能 咀嚼的功能 所以咀嚼咀嚼的功能 他就可以慢慢把那些豆腐給磨碎 好 好厲害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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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棒